我是古早青春疼痛文学里的温柔男二 我的职责就是当女主被男主伤害时 不离不弃守护在她的身边 她欺我,骗我,害得我家破人亡 从优等生变成阶下囚坐牢十五年 重来一世,面对她楚楚可怜,向我求助的样子 我冷笑着掰开她的手 不好意思,我们不熟 刚结束完周末回到学校 就听到同学们按搓搓议论的声音 听说了吗? 温宁的妈妈又被扫黄地抓走了 她爸爸还是个杀人犯呢,真可怕 你们说她妈妈是做那种行业的 那她是不是也不干净 万一有什么脏病就不好了 就在这时,温宁走进教室 刚想在座位上坐下 那些同学却像健温神似的纷纷避开 还有同学不耐烦地驱赶说 快滚 我们才不想跟婊子和杀人犯的女儿坐在一起 你妈妈那个样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万一把脏病传染给我们怎么办 温宁的脸色骤然惨白 她隐忍不发地抱着书 最终慢吞吞地挪到我的面前 她向我露出七处委屈的脸 问 萧良,我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我抬起头 望着这个上辈子被我捧在手心里的女孩 一切恍若隔世 温宁是我的同学 也是我的邻居 我们两家住在一个胡同里 她爸爸多年前跟人打架斗殴杀了人 妈妈整日不务正业 酗酒赌博 还跟不少男人不清不楚 似乎整天衣衫不整 辗转在各个男人中间 然后被扫黄地抓走 都是家常便饭的事了 因为这个 温宁在学校里 饱受排挤和欺凌 我心疼她 处处维护帮助她 把她当成心肩上的女神 不忍看她受到半点委屈 可万万没想到 她会爱上我们班出了名的校爸 小混混顾石燕 高考结束那天 她跟顾石燕一行人 去酒吧喝酒庆祝 结果顾石燕酒后乱性 一时失守在酒吧的卫生间里 弄死一个无辜的女孩 温宁带她匆忙逃跑时 不小心遗落了我送她的吊坠 就这样 我被当成嫌疑犯抓了起来 而温宁明知道真相 却保持了沉默 在我坐牢的那15年中 温宁在外面跟顾石燕结婚生子 一次都没来看过我 想起前世的遭遇 我在心里冷喝一声 对她冷冷地说 你不是跟顾石燕关系挺近的吗 前几天还被老师抓到 在学校卫生间轻轻握握去找她 温宁是绝对不敢主动去找顾石燕的 因为前几天跟温宁妈妈一起被抓走的 还有顾石燕的爸爸 顾家在我们当地开了个小卖部 她爸爸是个败顶秃头的猥琐男 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 跟小三小四小五鬼混 喝醉酒就回家闹事 所以顾石燕跟她爸爸的关系非常紧张 她之所以会盯上温宁 也是想报复他们母女 从温宁身上找点平衡感 将近上课的时候 顾石燕才迟迟来到学校 她染着黄毛 胳膊上两道猙獰的纹身 脖子上带着很粗的大金链子 浑身上下的烟味 全校只有她不用穿校服 因为上次校服问题 她还把拦下来教育她的老师 打骨折住院了 顾石燕坐在最后一排 见到站在墙边怯生生的温宁 挑了挑眉 怎么不做啊 她忽然一笑 故意拍了拍自己旁边的位置 说 过来 坐在我旁边 温宁犹豫了一下 还真挪动着脚步走了过去 然而 就在她想落座的时候 顾石燕忽然把她的凳子踢开 导致温宁狼狈摔倒在地上 这时 温宁又委委屈屈地看向了我 求助时地喊 小良 顾石燕挑衅且霸道的目光转向我 说 这是我跟她之间的恩怨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要是放在以前 我肯定早就二话不说 冲上去跟他们打架 保护温宁了 可现在 我耸了耸肩 无所谓地说 跟我无关 你随意 这下 顾石燕小德声音更加张狂了 她一脚 将温宁踹开 指着她的鼻子骂 你看人家都不理你 你还眼巴巴地到贴上去 你跟你那个出来卖的妈一样见 她走上前 禽住温宁的下颌 在她含着泪颤动的目光中 逐渐露出邪恶的笑容 你这么缺男人啊 那不如这样 我牺牲一点 从今天开始 让你做我的女人 她的手指摩擦着温宁的下颌 悠悠地说 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 我就考虑放过你 放学的时候 温宁义正言辞地 把我堵在学校门口 向我质问 萧良 你是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变了 以前你不是总说 我的家庭那个样 不是我的错 只要我肯努力 就一定能摆脱他们 关键是看我自己 你说过会保护我的 我冷笑 就是为了保护她 我才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温宁为了顾实验堕落 整天逃课抽烟喝酒打架 我爸担心她 劝她学业为重 努力考个好大学 结果温宁呢 她讽刺我爸伪善 我爸为了追她 在半路上发生车祸 抢救无效身亡 顾实验的爸爸盯上温宁 半夜三更 把她堵在胡同里猥亵 我妈下班看到了 不顾一切保护温宁 被捅了十几刀 倒在血泊中 温宁却投也不回地跑了 事后 怕警方发现此事连累顾实验 她居然将真相隐瞒下来 甚至还跳出来 给顾实验的爸爸 做不在场的证明 温宁向我哭诉地说 那天在学校卫生间 是顾实验逼迫我的 她只是想羞辱我 没对我做什么 萧良 这一切都是你误会了 我跟顾实验之间 没有半点关系 我悠悠地反问 真的是我误会吗 就算是她逼迫你 你心里真的反感吗 面对我的揭穿 温宁的身体一阵 心虚地问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喝了一声 直接打脸 温宁 其实你早就喜欢上顾实验了 只是她爸爸跟你妈妈的关系 让你 夹在中间为难 怕她接近你 那样对你 只是为了报复你 但你可不是反感 毕竟上辈子 在温宁跟顾实验结婚以后 还专门写了本青春疼痛小说 那本小说名叫 我的机车少年 是以她跟顾实验 所谓的爱情为原型的 顾实的女主人公 早就爱上了男主 但因为各种原因 两人只能互相折磨 可面对男主接近 甚至堪称逼迫骚扰的举动 她丝毫不觉得反感 反而更多的是 隐秘的羞耻和愉悦感 而我这个总是 挡在她身前 保护她的男配 则成了她和男主 感情中的阻碍和麻烦 我对温宁说 以后别来找我了 你的事情 与无我关 我绕开温宁想走 温宁却伸手拉住了我 她沉默扮上 才试探地问 萧良 你是重生的 对不对 你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才这样疏远我的 对不对 听到这句话 我也震惊地顿住了脚步 这个意思是 温宁也是重生的 我愣愣地回头 温宁泪如雨下 颤抖的声音对我说 对不起 上辈子是我糊涂 我不是故意 害死伯父伯母的 也不是故意 害你坐牢的 我到现在才发现 原来只有 你对我最好 我真正应该喜欢的人是你 我想补偿你 我沉默一下 回答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温宁却拼命摇着头 喃喃地说 别骗我了 你肯定是重生的 不然你不会这样对我的 她想上前拥抱我 但被我冷冷地推开了 温宁又露出那副 受了委屈的表情 说 没关系 都是我的错 你对我冷漠也是应该的 我会向你证明我的诚意 这辈子 我不会再辜负和伤害你了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决心的 我再次冷喝 上辈子 我就是被她的眼泪欺骗 原谅她一次又一次 同样的陷阱 我会重蹈覆辙吗 那天以后 温宁对我尤其的好 她每天等我上学放学 哪怕我冷脸不理她 她也厚着脸皮 眼巴巴地跟在我的身边 她为我带早餐 把一盒和清洗削好的水果 放在我的桌子上 哪怕我一次次地 将她的心意 丢进垃圾桶里 她也恶辞不疲 屡败屡战 周末时间 我跟同学出去玩 回家的时候 发现我家多了个陌生的果蓝 爸妈告诉我 温宁来过 这果蓝 是她送来探望 我们一家的 爸妈犹豫了一下 问我 萧良 你是不是跟温宁吵架 闹别扭了 我爸妈都是老实本分的人 心肠也软 周围邻居全都看不起 和欺负温宁母女 只有他们觉得 温宁可怜 想起前世父母惨死的经过 我心里一阵愤恨和疼痛 这辈子 我一定要让父母远离他们 只有这样 我们一家才能安全 我卢开袖子 向他们展示自己胳膊上的伤痕 这些都是之前为了保护温宁 被顾实验他们那一伙人殴打出来的 爸妈见到我的伤势 被吓了一跳 连忙问 萧良 这是怎么回事 你跟谁打架了 我故作委屈地说 温宁在学校里被排挤欺负 我就是为了保护她 才被那群人跟着一起欺负的 爸妈 温宁只是个外人 你们确定要我为了她 变成全校公敌吗 在我跟温宁之间 爸妈当然选择我 最终叹了口气 算了 以后她家的事 咱们不管了 你安心备战高考最重要 爸妈顿了顿 又让我把果兰送回去给温宁 毕竟已经决定保持距离了 收人家东西不好 我拎着果兰追出去 却在街区的胡同里 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温宁轻腻依恋地拥抱着顾实验 喃喃地说 阿燕 你要相信 我是爱你的 我会接近销粮 都是迫不得已的 我瞬间愣住 拎着果兰躲在了角落中 毕竟是从上辈子重生回来的 温宁对顾实验 没了那种互相猜忌试探的纠结 拥抱她的样子 就像是拥抱阔别已久的心上人 她依恋地靠在顾实验的怀里 享受着久违的思念 可她却忽略了一点 这时候的顾实验 还没有那么爱她 在顾实验的眼中 她只是个婊子和杀人犯的女儿 害苦她跟母亲的罪魁祸首 从一开始 她接近温宁 就是为了报复 她的眼神飘忽不定 面对送上门来的温宁 最终坏笑着搂住她的腰身 顾实验故意问 你什么意思 之前疏远抵触我 也是故意的 温宁幸福地恩了一声 她推开顾实验 又局促地说 具体的细节 我不方便对你说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对销粮好 完全是为了保护你 我不希望 她报复我们 我望着温宁的身影 心底一阵冷笑和冰凉 这就是她的目的 对我好 只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 然后除掉我 不得不说 现在的温宁 比上辈子更加狠毒 和没有下陷 毕竟上辈子的她 虽然做尽坏事 但辜负我的时候 还会觉得愧疚 现在 她已经毫无心理负担地 要对付我了 顾实验再次坏笑 搂住她的腰身 靠近自己 在她耳朵上咬了一口 说 那好啊 我要看到你的诚意 今晚九点 咱们在胡同后院的 小仓库见 那个小仓库 还是我家的 里面堆放了一些 不用的杂物 上辈子 温宁和顾实验 经常在那里优惠 甚至还搞出了孩子 只是那段时间 顾实验跟小混混打架 差点被警察抓了 她东躲西藏的 连个电话 都没给温宁打过 高考临近 温宁没有办法 只能打电话 哭着求我陪她去医院 把孩子打掉 我按前马后地照顾她 甚至顶着被人误会的目光 让人以为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可顾实验一回来 温宁就彻底忘记了 曾经的羞耻和折磨 头也不回地奔向她 半夜三更 我也掐着点 躲在小仓库漆黑的角落中 温宁和顾实验果然来了 久别重逢 四下无人 温宁热情地扑上去 跟顾实验拥吻 她俩闹得动静很大 好在附近没有人 这也是他们上辈子 总是来这里私会的原因 我举起手机 对着他们的身影 拍了几张照片 就听见温宁依恋地抱着顾实验问 你现在相信我的诚意了吧 顾实验哼了一声 像垃圾似的把她推开 还用恶毒的言语羞辱她 果然 你跟你妈一样下见 从前 顾实验就喜欢用这种词句羞辱她 毕竟她从一开始接近温宁 就是为了报复和羞辱温宁的妈妈 仿佛把这母女俩 点滴踩进烂泥里 能让她的心里好受点 而温宁呢 没有一点自尊的 每次就跟没听到一样 可能这也是他们play中的一环 顾实验从仓库门口堆放的木板中间 掏出来一部手机 满意地翻看着里面的内容 温宁的脸色微变 问她 阿燕 你拍这些东西干嘛呀 顾实验向她恶毒一笑 抓着她的头发靠近自己 悠悠地说 今天晚上这么惊心 我留点纪念不行吗 说着话 她骤然用力 威胁说 以后要听话 我有需要你就出来 不然的话 她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温宁的脸 我可不保证 这些照片和视频 会出现在哪里哦 即便如此 温宁还是眼巴巴地贴上去 她依偎在顾实验的怀里 心满意足地撒娇说 阿燕 你真坏 可我本来就喜欢你 就算没有这种东西 我也依然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喜欢拍 等我们结婚后 正大光明地拍啊 我都快被恶心吐了 就在这时 又听到温宁继续说 不过 前提是 要等我解决掉销量 在这之前 我还不能跟你在一起 顾实验冷不丁地问 你想怎么解决她 她哼哧笑了一下 说 我这里 倒是有个好主意 她让温宁来找我借饭卡 温宁一阵疑惑 不解地问 借她饭卡做什么 你该不会是想把她卡里的钱花完吧 这才哪跟哪啊 既然要解决她 当然要一劳永逸 她抱着顾实验 喃喃地说 阿燕 为了跟你在一起 让我牺牲什么都可以 顾实验却卖了个关子 那小子成绩好 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乖宝宝 还在学校处处跟我作对 你说 要是天之骄子变成阶下球 成为所有人厌弃的对象 是不是会更好 温宁扑吃笑了 说 那正合我意 她甜蜜地亲吻着顾实验的鼻尖和耳朵 悠悠地说 最好让她坐牢一辈子 死在里面 这样就没人威胁到我们了 第二天去学校 温宁还真来找我借饭卡 她忐忑不安地站在我面前 委屈兮兮地搓着手说 我的饭卡没钱了 午饭都不够 我悠悠地喝了一声 说 没钱就去冲啊 这点小事还用我来教 温宁红彤彤的眼睛都快哭了 咬着唇念懦着说 我妈不在家 我找她要 她也不给我 上辈子也是 温宁三餐不计的 别说吃饭 就连衣服都是剪别人剩下的 一直以来 都是我们家在照顾她 我妈妈带她买漂亮的衣服 看她饿肚子 叫她来家里吃饭 把她当成半个女儿 更甚至 有时候 她妈妈不肯给她学费 都是我们家帮她交 可到头来 温宁又对我们做了什么呢 她挤出两滴眼泪 又深情款款地对我说 我知道你还因为那些事情记恨我 可我真的已经改了 到底让我怎么做 你才肯相信我 原谅我 只要你提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反问 你真的已经改了 温宁像是看到希望的曙光 急忙点头承认 我又说 那好 我先把饭卡借给你 其他的 再看你表现 我把饭卡交给温宁 没多话 温宁又来找我 希望我晚上放学后 陪她去海边走走 我挑眉反问 就我们两个 温宁红扑扑的脸说 我心情不好 只想跟你待在一起 这种时候 你还想叫别人吗 再说了 以我在学校的人员 就算喊其他的人来 也没人愿意跟我同行吧 我倒是想看看 她跟顾实验有什么计划 因此勾纯一笑 说 好 晚上 下了碗自习 我给爸妈打电话 说自己要晚点才回去 温宁带着我往海边走 还全都是走的那种 非常偏僻 没有监控的小路 然而 就在她以为计划 顺利进行的时候 街向尽头的小路上 却出现了熟悉的人影 几个同学不耐烦地等在那里 看到我和温宁还不满地问 小良 你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 还有怎么连她也一起来了 见到那几个同学 温宁愣住了 看向我问 你怎么还叫别的人来了 我笑了 说 你不是心情不好吗 我多叫几个同学过来 大家一起玩更热闹点啊 温宁实在是太高估自己 也太小瞧我了 上辈子 我就是因为 她不小心遗落在现场的证物 再加上没有不在场证明 所以才会被她跟顾实验扣上杀人的罪名 这一世 同样的陷阱 我还会再踩进去吗 见有其他同学在 温宁的神情局促紧张 慌忙说 不好意思 既然大家不欢迎我 那我还是走吧 她转身想跑 但我却拦住她 明明是你约我出来的 现在就想走 随后 我转向那些同学说 就今天这一次嘛 大家都是同学 看在我的面子上 那些同学也只能不情不愿地 接受了温宁的加入 但温宁的表情却如坐针毡 恨不能马上打个地洞离开现场 又着急地对我说 不是 我是忽然感觉有点不舒服 要不等下次吧 我想先回去看个医生 我挑挑眉 意外地说 看医生 既然你不舒服 那我们更不能把你丢下来了 我拍了拍手 对现场的同学建议说 要不 咱们一起 送温宁去医院吧 在赶往医院的途中 温宁各种紧张心虚 绞尽脑汁地想 支开我们 但我始终秉承着一个原则 她不是想联合故事宴陷害我吗 那我就让她们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我跟那些同学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最后温宁实在没辙了 对我怯生生地说 萧良 你的手机能借我用一下吗 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我怕她担心我 我笑了 以前她跟她妈妈 互相折磨怨队的时候 也没见这么孝顺 怕妈妈担心 只怕这个电话 是打给别人的吧 我拿出手机 看了看上面的时间 感觉差不多了 就把手机递给了她 温宁急匆匆地跑到走廊拐角打电话 我悄悄地跟上去 站在墙边偷听她的对话内容 温宁颤抖着声音说 对不起 阿燕 我这边搞砸了 萧良不是一个人来的 她还叫了其他同学 你快收手 顾实验那边 不知道说了什么 温宁的态度更加卑微了 我没骗你 事事出突然 我一路上都在想办法通知你 可我没手机 萧良又一直跟着我 我刚找到机会 给你打电话 从温宁跟顾实验的对话中 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顾实验刚才带着一群小混混 砸了附近街道里的一家金店 还把我的饭卡丢在现场 他们的计划 就是让温宁把我支开 再用那张饭卡 把抢劫金店的罪名 架获到我头上 到时候 只要温宁否认 向我借过饭卡 跟我出去过 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只能说计划很好 但我也不是傻子 反而把他们自己套了进去 上辈子 顾实验不务正业 也曾带着一群小混混抢劫 但她抢的是路边一家超市 还正巧被下晚自习回家的温宁 给撞见了 温宁认出了顾实验 但事后面对警方的询问调查 她却说谎了 不仅如此 她还主动帮顾实验 提供不在场证明 称顾实验那天晚上 跟自己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顾实验对她心软了 这也是她俩感情变化的开端 只可惜 这一次 因为我的破坏 顾实验对温宁观感不佳 哪怕她说了一千遍 要帮顾实验对付我 然而实际的行动中 却是顾实验轻易听信了她的话 把自己搭了进去 这看起来更像是温宁为了报复她 假装示弱 故意设下的陷阱 而我 也毫不介意 在她俩之间添油加醋 再加一把火 我找温宁索要饭卡 她紧张慌乱地说 自己弄丢了 我意味深长地呕了一声 说 你把我饭卡弄丢了 就早点说啊 我还得去挂尸 不然 万一被居心叵测的人 捡到 盗刷我卡里的钱 都是小事 借用我的身份 做坏事就完蛋了 我这边刚想学校挂尸我的饭卡 警察就找上门了 昨天晚上 有群盗贼撬开了金店的大门 把里面的金玉首饰全偷了 由于对方作案时 用黑色塑料带蒙着脸 监控也看不出他们的身份 其中一个盗贼 在现场留下一张饭卡 那张饭卡 就是我的 面对警方的询问 我表现得很淡定 说 我的饭卡昨天弄丢了 应该是被那人捡走了 事关破案的关键 警察又问我 丢失饭卡的具体细节 我笑了笑 说 那张饭卡 我借给一个名叫温宁的女同学 饭卡就是她弄丢的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你们想确定 丢失地点和线索的话 不妨去找她询问 应有同学为我提供 不在场证明 警方调取监控也发现 抢劫案发生的时候 我正跟一群同学 护送着温宁 浩浩荡荡地往医院的方向走 因此 第一时间排除了我的嫌疑 他们把重点放在温宁身上 询问她 丢失饭卡的经过 温宁下的脸色都惨白了 各种支支吾吾 顾左右而言她 一会儿说饭卡 是在校园丢失的 我说 我们是封闭学校 除了本校的学生和老师 外人是进不来学校的 那个人既然能捡到我的饭卡 肯定就是我们学校的某个学生 温宁更加心虚了 又改口说 我忘了 饭卡应该是我们 去海边的路上丢的 最后 警方决定 先在我们学校 排查师生们当晚的行踪 温宁跟顾实验下的 就跟下水到的老鼠似的 半天也不敢吭声 我在心里冷笑 这才哪个哪儿啊 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把之前在小仓库偷拍的照片 发给温宁的妈妈 半夜三更 她家里传出吵闹的声音 方圆三里地都能听到了 街坊四邻都赶过去看热闹 我也去了 原来是顾实验的爸爸 又来找温宁的妈妈了 还被顾妈抓奸在床 温宁觉得丢人 一时怒气 把家里全都砸了 正生死历劫地跟她妈争吵 她指着自己妈妈的鼻子控诉着 都是因为有你 这样的妈妈 还有一个当杀人犯的爸爸 我才变成这样的 你们活着 只会让我感到痛苦 你为什么不去死 温宁妈妈冷笑着 把手机甩在她的脸上 不耐烦地讽刺说 你是老娘生的 老娘平时养着你 供着你 你还反过来咬老娘 瞧你这副义正言辞的样子 你又是什么好货色了 半夜三更 跟顾家那小子 在小仓库干了什么 需要我直说吗 见温宁妈手中 有自己那种的照片 温宁下意识地瞪大了眼睛 颤抖着声音问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是谁给你的 等看清楚短信上 备注的号码信息 她将恶然的目光看向我 这时 顾实验也来了 她应该刚跟那群小 混混喝完酒回来 浑身的烟味和酒味 见自家妈妈 被爸爸和别的女人 按在地上殴打 她拎着板凳冲了上来 一下 砸在顾爸的头上 温宁的妈妈 也被她狠狠地抓着头发 摔在地上 吓得温宁跌坐在地上 崩溃哭了起来 温妈尖着嗓子叫嚷着 你个坏小子 睡了我闺女 还反过来打我 大家快来看 就是这对臭不要脸的父子 老的整天纠缠我也就算了 小的也不检点 她狠狠地瞪了温宁一眼 嘲讽说 就你这副剑样 还好意思来管我 他们闹到凌晨两点 还差点报警 才终于不欢而散 我收到顾石燕质问的电话 那些照片 你从哪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俩在小仓库 我悠悠地说 这是你们俩之间的私密 你说我怎么知道的 过了两久 顾石燕才不可置信地问 是温宁告诉你的 她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见她终于怀疑到温宁身上 我笑了 再次意味深长地误导她 今天晚上这场戏不错吧 你说 她的目的是什么 温宁跟顾石燕都没来上课 毕竟昨天晚上的事情 闹得很大 估计我们全校都知道了 放学的时候 温宁才来找我 委委屈屈地问 萧良 你为什么发给我妈那种照片 我疑惑地恩了一声 说 不是你跟我说的 顾石燕纠缠你 逼迫你 我这也是关心你 希望你妈妈能出面 帮你解决这件事 我也没想到她完全不顾你 直接抖了出来啊 我一脸真诚地说 你也说了 咱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我当然关心你 对上温宁扭曲 倒像是吞了个苍蝇的表情 我又悠悠一笑 说 那天晚上 也是她逼迫你的吧 不如这样吧 我陪你去报警 温宁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下意识地摇头 懒懒地说 不能报警 我反问 为什么不报警 你想被她纠缠一辈子 还是 我盯着她 直勾勾地质问 这一切 本就是你愿意的 温宁死死地咬着唇 最后才放清了声音 上前拉着我的胳膊哄着说 咱们斗不过她的 就算报了警 这种事情取证很难 警察也不会管的 你再等等我 等高考结束后就可以了 她绞尽脑汁地想着借口说 以顾实验的成绩 绝对不可能考上大学的 到时候 咱们俩考一个学校 不跟她在一起 她就算想纠缠我 也纠缠不上了 这样一来 我就能彻底摆脱她 跟你在一起了 她还各种 向我深情表白 以为我会再次被她的花言巧语欺骗 很可惜 我将我俩的对话 全都录音了下来 温宁刚走 我就给顾实验打电话 你不是不相信温宁会背叛你 欺骗你吗 我现在手上就有证据 我约顾实验在学校操场见面 在给她提供录音之前 我直接问 之前抢劫金店的人 就是你吧 我的饭卡是温宁给你的 也是她 让你嫁祸我的 对吗 顾实验的身躯一阵 还装傻嘴硬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笑了 把我跟温宁对话的录音 播给她听 面对顾实验越来越难看的表情 我又悠悠地说 你以为她喜欢你 可她怎么会喜欢你呢 你以为她想跟你连起手来对付我 可一直以来 欺负她的人是你 保护她的人是我 她又怎么舍得联合你出卖我 我翘唇露出讽刺的笑 又说 现在好了 看来她的计划很顺利 你就要完蛋了 学校外面传来警车呼啸的声音 顾实验发出绝望的怒吼 这时 温宁也赶忙找来了 她是来给顾实验通风报信的 见我也站在旁边 她愣了一下 但顾不得其他 赶紧对顾实验说 阿燕 你快跑 警察已经锁定你了 他们是来抓你的 顾实验气冲冲地拽着她的衣领 直接对她锁喉 满脸扭曲的质问 你现在满意了 你到底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她哈哈大笑 还流出了眼泪 温宁 你真是好样的 你的演技太好了 我真傻 居然会被你骗 也是 你怎么会喜欢我呢 那么明显的陷阱 我还往里跳 她侧手指着我 质问温宁 从一开始 萧良就是个幌子 你要对付的人是我 对吗 你想报复我 看我们父子反目 看我们家破人亡 现在你放心了 你做到了 温宁不停地摇着头 因为被顾实验锁喉 呼吸不畅 她只能拼命地挣扎 她满眼深情地捧着 顾实验的脸 艰难地说 阿燕 我喜欢你的 我没有 我以为顾实验 会把温宁掐死 但面对越来越近的警笛声 她害怕了 她放开温宁 愤恨地瞪了她一眼 直接翻过操场的围栏 跳墙逃跑了 温宁虚弱地跌倒在地上 通红的眼睛抬头望着我 质问 你到底对她说了什么 我呜了一声 淡定地说 没什么呀 只是让她听了一段录音 我把之前我们对话的录音 又重播了一遍 温宁听到以后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我故作无辜地对她说 不是你说的 顾实验纠缠你 我这样做 也是希望她能知难而退 知道 你喜欢的人是我 不是她 怎么看你的样子 好像不怎么开心啊 我走上前 蹲下来 悠悠地笑着说 现在不是很好吗 顾实验要坐牢了 从今以后 你都能彻底摆脱她了 温宁哑口无言 望着我的目光 充满了心虚和恨意 她张了张口 语气艰色 我意味深长地呕了一声 说 怎么了 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 你骗的是我 不是她吧 温宁不敢说话 跌坐在地上 面如死灰 我扑斥笑了 站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对她说 怎么 小情人要被抓了 你现在终于没有耐心和精力 跟我演戏了 温宁 你该不会还以为 经历过上辈子的事 我会相信你吧 事实上 我的声音飘散在风中 冷音又绝情 我早就看清了你 什么被迫 什么纠缠都是假的 其实你乐意得很 这一切 不过是你吊着我 让我给你当舔狗的说辞罢了 所以 你不想报警 还串通顾实验来对付我 我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最终露出胜利的笑容 可惜啊 聪明反被聪明误 现在不仅是我 顾实验也不会相信你了 顾实验还真以为 这一切都是温宁的安排 因此 在她逃走以后 就开始疯狂地报复温宁 她把自己跟温宁 做那种事情的照片和视频 传播的到处都是 让温宁丢尽了颜面 温宁只能在她发布的内容底下 声嘶力竭地哭诉 阿燕 我是爱你的 我没有想过害你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为了让顾实验相信自己 她甚至把自己的老底都都出来了 我跟萧良是重生的 上辈子 你在酒吧里失手杀了人 我带你逃跑的时候 不小心把她的东西掉落在现场 害得萧良坐了15年的牢 她爸爸妈妈 也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怕她恨我们 会报复我们 我表面对她好 其实是为了牵制住她 保护你啊 我对她说的那些才是假的 对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是她骗了我 利用我的信任 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惜 她的这些疯言疯语 又怎么会有人相信呢 她的评论底下 全都是嘲笑讽刺的声音 我的天哪 这是为了不让这个抢劫犯 发自己不雅的视频照片 就开始装疯卖傻 胡说八道了是吧 这么能编 怎么不去写小说啊 不管这女的 还是这个抢劫犯 还有她们那一家子 三观和私生活 都混乱到一言难尽 我只能说 一切都是她们应得的 人家萧良同学对她这么好 她现在却反过来 把人家咬出来 幸好萧同学 及时醒悟疏远了她 不然我真感觉 她胡编的这些东西 真是她能做出来的 后来 那些不堪入目的内容底下 还有顾实验冷漠的回复 爱我 假装爱我 人犯后处处陷害我 是吗 温宁 你以为毁了我 就能永远摆脱我了 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 温宁跟她妈妈死了 是顾实验杀的 那天晚上 胡同里忽然传来尖叫的声音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看到温宁倒在血泊中 黑暗里 还能听到温宁忍着疼痛 拼命呼唤顾实验的声音 有人报了警 警察在一处废弃的小院子里 抓到了浑身是血的顾实验 面对媒体镜头的时候 她竟然还是笑着的 她说 杀了那对母女俩 她的人生才算终于解脱了 温宁害她 那她就拉着温宁一起上路 哪怕是死 她也不会让这两个女人好过 温宁跟她妈妈没抢救过来 刚送到医院就断气了 顾实验面临法律的审判 抢劫加上这两条人命 估计她也活不成了 温宁死后的第三个月 我参加了高考 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重点大学 这一世 没有那对恶心的青春疼痛文学的男女主 我的生活蒸蒸日上 在全新的校园环境中 开始我全新的生活 不再因为她们而堕落 也不会再被她们摧毁任何 这个跟别人也有 这是一个男女主 在llä pouv figured iç 这一件事 听她的